我們今天繼續對日和平條約第八章 波子坦公告和降虎文書 那這兩章有什麼問題呢? 有什麼要談的東西呢? 我們現在先說 波子坦公告進行還有一個開羅宣言 開羅宣言我們大家知道開羅宣言是一個新聞公告 就是因為羅斯福、邱吉爾和蔣介石在開羅寄一個面 為公共的料意發佈一個新聞稿 他發佈一個新聞稿 所以基本上開羅宣言是一個幕後的 他們是公共的而已 這他們三個領袖的意見 他們三個就是羅斯福、邱吉爾和蔣介石他們個人的意見 他們個人的意見而已 這個也沒有簽名 所以他就說這是一個新聞的公告 好像說我們的報紙一樣 就是一個報紙的標題 一個公告這樣而已 他那個不具備法律效用 他是一個意象的聲明書 他們三個領袖的意用 這個國會也沒有通過 國會也沒有通過說這個開羅宣言 沒有啊 沒有啊 都沒有 所以他不具備法律效用 他是說個人的意見 所以他不是法律 所以開羅宣言基本上你可以無視 你知道嗎 因為他也沒有簽名 他就是一個新聞公告這樣而已 所以開羅宣言基本上我現在也都不講 因為沒有用 因為他只是講一講而已啊 你就開一會兒講一講的 然後發一個新聞公告 好像開一個記者會這樣 那個是法律效用嗎?沒有啊 那是意象聲明書而已 還有你要成為一個國家的法律還是國際法 你一定要有 你一定要有你國會的通過 還有至少要兩個國家的國會都有通過 那才可以稱為國際法 那你如果沒有的話 那連法律都不是啊 所以你說的開羅宣言來講 基本上你可以不要看的 那如果有人你說這個開羅宣言 決定了台灣的國際地位 你會跟他說那叫做開羅謊言 開羅謊言 為什麼呢 因為台灣那個薪水日本 如果日本天皇跟日本政府 如果沒有簽名 說要跟台灣領什麼人來說 基本上台灣還要領日本的 那你說這個開羅宣言 裡面說說 哇這要把我們台灣交給這個中華民國 這叫做開羅謊言 為什麼 因為擁有台灣的日本 並不同意 你知道嗎 人也不買了 人日本天皇也沒有那個意思說要買台灣 那是他們單方面的意義 你知道嗎 就像是你知道嗎 單相思啦 你知道嗎 孤蘭啦 他就是 自己在那裡想的啦 但是人家對方也沒有答應 像說 哇 我都你說齁 林志玲君母 林志玲君母 你這樣說得不好 對不對 那你的單相思嘛 那你的單方面的講法嘛 對不對 可是人家沒有同意啊 對方沒有同意啊 那你自己說的啊 所以我們你說的就是這個開羅謊言 就是他自己說的 那都不準算的啦 那是一個 他們出來裡面放一個聲音 像我們現在你看每天 那個中共的戰狼外交一樣 哇 我要五桶啦 我要六桶啦 我要六桶啦 齁 齁 我要說的說齁 齁 齁 那是什麼 齁 要把台灣吃起來這樣啦 齁 齁 說什麼寧願齁 中國啊 不漲草啊 也要解放什麼 台灣島 那都說一些消費 那都是單方面 你知道齁 在那裡營啦 你知道意思嗎 自己在那裡想的 想的有的不的 齁 這就是什麼 這就是人家說的開羅謊言 所以這個開羅謊言 你告訴人家 這叫做開羅謊言 你知道嗎 那根本就沒有了啦 講得簡單 開羅謊言根本就沒有了啦 那都忽略啦 這個開羅謊言 講的原理是什麼 因為中華民國 齁 要繼續留在台灣 要什麼 要繼續後美國跟日本所說的一個謊言 你知道嗎 所以那叫做開羅謊言 那是中華民國跟中共兩個變出來 所以我跟你說 國民黨跟共產黨 人家說的一個黨議 一個鬥頭 要來騙日本跟騙美國 要來後的啦 你要知道中國人 這個辣 這個什麼 這個辣小的生活 他如果沒有 他就跟你想出來 這叫做無中生有 給你生一些無的 所以我跟你說 中國人都出一支厚蕭嘴 又很容易 他們喔 又齁 很會做嫁 做一些無中生有的事情 把無的名字生生出來 實際上 這些名字都無的 齁 你說的開羅謊言 那一段有的無的 什麼八年抗戰 我說那都無的啦 那全部都不是這樣子啦 那都他們自己變的啦 齁 所以他們這個中華民國 中國 齁 還是中華人民共和國 他們的歷史是神話 你知道那個意思嗎 齁 他們的歷史都是神話 都說的一些有的無的 都不是屬性的 齁 所以中華民國跟你加 還是中共跟你說 我跟你講 那整個都本手 那沒有一個東西可以用的啦 那後面跟查的 基本都不是屬性的 那不是屬性的東西 絕對不會都用 因為他們的料理後 你的齁 跟國外真的名字 你會去收拔電 你會覺得奇怪 怎麼國外 那個 美國人你說的話 跟我這個中國人說的話 都不一樣 什麼原因 因為中國整個都詐騙集團 他整個歷史法律 整個名字都錯亂的啦 那叫做洗腦啊 洗腦就讓你認知錯亂啦 什麼叫做認知錯亂 人家說一句的叫做人察罪白 認賊作戶 那個 舊跟那個殺人魔王 跟毛澤東的殺人魔王 你看看 他們兩尊都有差異 那就是認賊作戶 那就是什麼認知錯亂 所以我跟你說 他們中國人都有一個精神分裂症 因為這個 受中國教育出來的人 基本上你都精神分裂 他都有精彈 我不會跟你騙 中國人都有精彈 為什麼你知道嗎 都受那個 一個詐騙集團跟他騙 那個國民黨跟共產黨 這兩個詐騙集團 你如果受這個國民黨跟共產黨的 詐騙集團的教育出來 基本上都精彈 你看那些小票小票這樣 空空空空 那都精神 因為我以前也這樣 拜託 我也經過這個 中華民國的大學聯考過 你不要台語又摳得住 剛才摳得住 大家的時候 也不知道自己摳什麼時候 反正我就摳了 我台學院 這樣摳得說 很風 那就稍微看 還有一些這個 好像躁鬱症 這樣 因為躁鬱症也沒名其妙 哇 每天都在八年抗戰 什麼打得有的沒有的 講得有的沒有的 啊這 他們那個中華民國 擦躁鬱症你的精彈 我不會再騙 對 基本上你都有精神障礙 啊這 傻傻 不知道擦躁鬱症 說不出來 說不出來 說不出來一個道理 所以你如果想中華民國 那個詐騙交易出來 基本上齁 你如果 你如果看你的孩子 剛才大學比亞洲 那時候齁 剛才比亞洲 那時候齁 剛才比亞洲 好像精湘精湘 都齁 好像很憂鬱 這樣 那是很精神 為什麼他都 他都去想中華民國 詐騙交易出來齁 那些道理都說不通的 啊都叫你八多分 你幫我塞給我吃下去 你知道嗎 齁 那些一些什麼 歷史啦 地理啦 政典啦 有的沒有的 都給他打在腦裡裡 整個都不對的 所以那些孩子 擦躁的都小票小票 瘋瘋瘋瘋 所以我跟你說齁 你像中華民國詐騙交易出來 那剛才二十歲的孩子 剛才去美台 那最有的 那是最危險的 你一定要他顧住 齁 因為他的思想 都是有問題的 很高出問題 我不會跟你騙 像那些孩子 絕對去布 有的沒有的 所以你是 你如果在中華民國 是有中華民國 詐騙交易出來的 大人齁 你如果把你的孩子 顧一下 顧一下 顧到三十歲為止 所以我跟他說 那些中華民國的教學 是很重的 那出來的孩子都不正常 我以前也 鑽瘋瘋瘋 都這樣 噢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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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說不出來 我用這種老神 因為我後來 在中華民國裡面 跳 跳 我有跳出來 我的關心就是說 中華民國都教的一些 亂七八糟的味道 那就是狗屁不通的東西 這就是中華民國 所以中華民國就是 讓人認知錯亂 神經錯亂 那中華人民共和國 那也一樣 那都是一些 什麼一些 憤青和戰狼 什麼樣的反應 那就是中華民國的 或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 詐騙交易都把他教他 你去打 你去殺 有的沒有的 哇 我有這個 什麼 醫學奮戰 那每天都說 想一些有的沒有的 對啦 所以我告訴你 你如果這個 受中華民國的教育 或是中華什麼 那大家的小孩 就那個什麼 認知錯亂 那不就是 那個青韋的精神分裂 我不會跟你騙 然後他很抑怒 你如果稍微把它叮住 他就整個 豆花都給它爆開 我告訴你 是真的 這是經過我長期間的研究 我以前也 讀過的 我得出來的總結 你如果受中華民國 詐騙交易 受中國交易出來 你有三個現象 第一 你的認知是錯亂的 第二個 你有這個什麼 這個青韋的精神分裂 精神分裂 像他那個 黑的菜裡面 那個邏輯都不通的 頭髮都不通的 然後第三個 你會有躁鬱症 輕韋的躁鬱症 稍微給你點的 你的教會 我不會騙 躁鬱 你經不得 人家跟你挑戰 稍微給你動的 然後你就放火 就好像一顆氣球充滿氣壓 你要沾它 就放 所以你如果是有中國教育出來 你會記得 那個孩子很危險 非常的危險 所以我告訴你 中國教育 你會把整個 拿去放火 把它燒燒掉 整個都不好 你孩子 不可以受中國教育 去讀聖經就好 去讀聖經就好 一本聖經給他 好好唸書 你讀聖經 你讀聖經絕對不會變壞 你如果想這個 中華民國詐騙交出來 你大家的孩子就小票小票 我不會跟你騙 你絕對出問題 你教我會報的 中華民國的 很毒的就是這樣 我想過他的教育 你要投到博書 我不知道 他裡面的教育 我都知道 哪裡錯我都知道 你如果有性經的時候 你就知道 幹他都亂講的 亂教 教一些神經病出來 所以我們台灣 整個台灣島現在都瘦 我不會騙你 現在整個台灣島都瘦 對 那個中華民國跟台灣 分不清楚的瘦 所以我告訴你 我們台灣很危險 我沒有跟你亂講的 對方的中國 也警告危險 為什麼都教那裡有的 沒有的 他們的教育都在洗腦 對啊 洗腦就是我們 剛才說的 一些認知錯亂 認賊作婦 還有一些精神分裂 然後還有一點躁鬱症 很可怕的 所以你想中華民國 教育到你幾乎得精神病 那大家都瘦 大家都憤青 大家都讚 所以他們這樣 他們這樣 這種的法令 我告訴你 其實是正常的 你這種的教育系統 你洗腦 整個你詐騙 你這裡出來的人 正常 美國現在你看你台灣 說你台灣現在怎麼這樣 跟你說你台灣 你每天都說你中華民國 這跳不出來 這為什麼 就是這樣洗腦 好 好 所以我們就跟你說 你看 他們中華民國 那高官的子女 都送他去美 什麼原因 他就知道這個中華民國 整個都詐騙教育 他們中國的教育都在詐騙 都在讓你認知錯亂 那會洗腦 所以他們那個中華民國 高官的子女 一定往美國送 你知道嗎 往其他國家送 他也知道他自己的交友問題 我們就他們都說的 他都知道 對 他們都知道他們的教育有問題 但是他都叫他人民吃菜 你知道那個意思嗎 叫他人民吃大便 就是這樣 你看我們以前 你像我們就是吃國民黨的菜肚 你知道嗎 那整個幹 你現在想想的就 只想要他騙 我只看過國民黨 你不就騙他 你知道嗎 所以 你要知道 他就是跟你 你知道嗎 他們的教育都說 全部都嫁 中國人就是很豪小 他講什麼話 你疑慮都不要相信 那你的記憶 連標題符號也是錯的 他在說的話 就是頓點啊 標準符號 整個都不對 我跟他說 你如果說 中國人在寫的文章 疑慮你放話把它燒掉 基本上你可以放火燒掉 你連看都不要看 把它丟垃圾桶裡面 你記得 他的話 他的嘴如果打開 就是你自己騙 那就是中國人 知道嗎 所以這個民族 一定 在我這種正常人的 我總是無路由的民族 他就只出一支 嘲笑嘴在騙 我告訴你 這就是中華民族 所以中華民族 現在都很嘲笑 都拿著不著跟你說 你知道嗎 就拿一些沒有的東西跟你講 華爾不詩 說的都看起來很漂亮 其實裡面都空洞 你知道嗎 沒有東西 沒有內容 你知道嗎 沒有什麼 好的東西在裡面 你把 你把 你把整個手 拿去 整個都空洞 我 我不會跟你騙 你把我的包的 中國人就是 破片 你知道嗎 他的文章 然後他的嘴巴 都在騙你 他要寫什麼 你都不要看 那都做不夠的 你知道嗎 他如果你說什麼 就是你騙的 所以我告訴你 美國那些傲人 就是都聽中國人的 我告訴你 國民黨也是中國人 共產黨也是 他們都一樣 他們都一樣 都哭騙 所以現在 一輩美國人 就去 共產黨騙 跟國民黨騙 你知道嗎 都全部都一樣 反正你如果聽中國人的 你就是要用騙 所以 你看看 人家比較聰明 都把孩子都彈彈出來 都不敢留在台灣 或是留在中國 所以我告訴你 國民黨 共產黨 這些蠟燒 我告訴你 你都給他好 他說什麼新聞 媒體 政治 甚至他那些告示 都不可以 我告訴你 全部都要突突出 所以我們台灣 勢必要大清洗 我告訴你 那鬧都害他 很嚴重 那整個都詐騙教育 中華民國 整個都在騙 包括他的法院 整個都一樣 都是亂七八糟的東西 實際上 你如果一行一行檢查 你看 他們的法官 你嚇的那個 我覺得很好笑 那真的是低能 那中華民國 訓練出來的法官 我說那人工 那都不可以 那鬧都有問題 都黑白亂寫 胡說八道 所以你如果說到 中國問題 我覺得不改 為什麼他們不要真 他們都要嫁 他們都要造假 然後 他要摸取自己的私利 這樣就對了 所以我告訴你 中國人是沒有什麼正義 是沒有什麼屬意的 他們那個國家就是 槍桿子出政 就用怕 怕贏的人 再來就想辦法 幫你摸 幫你摸 摸摸 所以我說中國人 是很蠟燒 那你如果看中國人 那個 骷髒的樣子 你今天你看這些 開羅訪言 跟這波自然公告 這些名字 你這樣 你會這麼看得有 所以 你要注意 你要擺脫中國 遠離中國 那你才會得志 中國現在是毛鬼 你知道嗎 撒蛋 整個名字都嫁 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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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要知道 所以中國人跟你說 我跟你說 他如果不敢拖 他就算了 林鄉你對中國人 就是愛什麼 跟日本人一樣 以前滾起來 就把它削 那才會 他就不在那裡 假鬼 假怪 那就是中國人 知道嗎 中國人是一個野蠻民族 所以 你不可以對他最重要 他重要 他重要 就是跟你黑白鑽 他叫做放縱 你知道嗎 中國人是把自由當成是一種放縱 我要怎麼比 就是我要怎麼比 那叫做自由 自由跟放縱其實很像 那中國人的自由就是放縱 無法無天 無法無天 那就是中國人 所以他就是蠻族 你看那些國民黨在台灣這麼厲害 那就是證明中國是蠻族 真的嗎 他們好像土匪一樣 人家說那國民黨是土匪 就是這樣 土匪 什麼 他都戰敗的叫做榮民 如果打贏叫什麼我就不知道 反正那些榮民說 看了一片土匪沒人 就有人說會敲口去尾 你知道嗎 他把股放下來 敲口插給 這就我的 你知道嗎 這片土匪我的 所以他叫做什麼 敲口去尾 他沒有那些所有權愛克 所以法律來建立的概念沒有,沒有,所以你要知道, 你對付中國人,你記得你對中國人不用太好了, 不用太好了,不用跟他講什麼道理了,拖著就選了, 他如果名字沒幫你問過,幫你拿去,你拖著就給他選, 你拖這男孩的,我講要把他走下去了,你知道那個意思嗎? 你如果比較壞的拖五路樹那樣壞的時候, 因為我說他不敢給你拖著,他大行就要給你敬位, 因為中國人今天就是沒有敬位,他對法律, 他對這個名字都不會敬位,他現在一定膽大包天, 大行都要來,他都扣他去嘴,你知道嗎? 我會想說他自己天下最后的世界第一,我好棒棒, 我中國崛起了,美國要衰落了,你美國人你要步入衰落, 我中國是明日之星,我要崛起了, 在那裡自我,在那裡噴雞鬼,在那裡膨脹, 你知道那個意思嗎? 那你如果一根拖著就放,就是這樣, 那就是中國,你知道嗎? 所以那個民主沒有用,眼高手低出一張嘴, 但是我告訴你,這種人很危險,這種人很危險, 很容易爆衝,當然一天,這個雞鬼在那裡噴雞鬼, 人家說會惱羞成怒,我也嘴過, 你在那裡噴噴噴噴噴,你把一隻瓶咬下去,噗! 你把一隻瓶咬下去,你知道嗎? 欸,這種人好像瀉咧,你還惹不得咧? 他在那噴雞鬼,你如果拿一隻瓶咬下去, 他就在那裡噴噴噴噴,你知道嗎? 哇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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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 對啊,你説中華好棒棒 那就是這種的,好像瀉咧一樣, 所以我說他們有些躁鬱症跟精神糞戀, 都胡說八道啦,那中國人啦, 你看那國民黨,你看他在那裡噴噴噴, 你把那些內容跟他吵出來, 你一條一條跟他聽,好像瀉咧? 那都沒道理好說的,所以你如果人工, 你看這種中國人你還惹不得, 他們都瀉咧, 啊你對這種笑的就像日本警察在 你知道嗎 滾沙的就把它笑 你知道嗎 哇這最好啊 人家說的齁 那個 看什麼 那空的怕麵啦 笑的怕破 那這種的拖就把它抹 這是最好啊 乖乖乖啊 所以日本警察以前在關中國的時候 為什麼滾都押的 因為我說這家都報名 你知道嗎 都沒有你講道理 對啦 跟滿族一樣 所以他要押軍 準備幫你 準備幫你笑 所以要用日本警察那種的在關中國人才好 你如果美國那種關法 我跟你講 你會整個都玩得軟軟 你看美國今天都 整個都軟軟軟 那跟 那跟什麼有關的 跟美國的無敵有關的 他那個自由跟放縱 他是分不清楚的 自由跟放縱 中國人分不清楚 他沒有那種知識 本來先做什麼叫做主義 中國人的文化裡面 中國人的文化裡面 五千年裡面從來沒有自由兩個字 什麼叫做自由 他也不知道 但是他的文化裡面有放縱 隨心所欲 你知道意思嗎 那如果隨心所欲就是放縱 他就是人都要學會自己賓 所以你現在 美國是叫中國人民隨心所欲 你知道意思嗎 才會把你吞打 把你負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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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負責 有的 無的 全部都把它用下去了 那是中國人啦 所以 你要對中國人 你就決定啦 那一定說要決定 你如果說正常的人 你如果沒有這些人決定 我覺得你有問題 你如果說我要看一些幹派財 你覺得自己在那裡 今天在那裡無敵無 number 都可以做一些證明的 你會改作為,你會改作為,不會啊,你會改作為,我離開後會比較不會去怕事情, 不然我明則保身嘛,我節身自愛嘛,你不要去招惹是非啊,如果這樣才對啊, 這就是正常人,你的自我保護啊,所以這自我保護總共,你好的跟好的做朋友, 這樣好的跟好的這些分,幾成後會產生自然的淘汰,你懂的意思嗎?經過那個一代兩代那個,淘汰是很可怕的, 那幾個就沒了,人類勢必要經過淘汰,我也跟你說實在話,人類如果沒有戰爭一定是淘汰,那些不好的要淘汰掉, 但是你這好的不要被壞的把你淘汰掉,不要被逆淘汰,我們現在的社會現在已經逆淘汰,把好的代替掉, 以後這些都不賺,會全部滅掉,所以你也要知道你好人也不要被淘汰掉,你有心要做好要變好了, 你也不要被壞的淘汰掉,你也不要被淘汰掉,你知道嗎?所以你們要非常了解,今天我們回來講, 我們政治還是法律充滿了謊言,你要記得,現在淘汰你無淨爹,包括你聽的,你也都很嘲笑, 你也都很嘲笑,不可以做一種人,有時候說話,說是話,不然就別說, 你記得,你要講就講實話,不然就不要講,這樣你淘汰說話的人比較要跟你聽兩句, 你知道嗎?人比較會把你淘汰掉,要說是話,不然就別說了, 對不對?敢有什麼藍嗎?你不要當人都說,當人都去插了, 因為當時你沒看到,沒你的事,事不甘擠,然後也不嚴重,那就算了, 那就算了,也不要什麼都去管,也不要人家跟你講,跟你塞人,你就在那邊說, 你沒有分辨是非的能力,你沒有辨別真跟假的能力, 那有些人跟我講,我就笑笑了,我敢去插,我賣了,你看你有很多傻話, 在我這邊就不會再傳出去,有什麼?我如果插,我跟你一樣傻, 我如果去插,我如果去插,都傳一些比較有意義的,比較有意義的, 然後這樣比較好,不然你就不要說,別說,別說你講的, 那如果要說就說真的 講真話 然後會做事 這樣最重要 好 那再來我們開羅謊言 說完 反正你記得開羅謊言沒用的 那不要再提了 你也 你就不要再提 因為提了也沒有用 因為裡面都是空的 它不是法律 英殺的人 說完這樣而已 就算了 日本也沒有同意 你說 要跟我們台灣人的 中華民國我就同意了 我日本就同意了 好像說 你就看到201 貴購林三的人就在那裡開羅 說說這201會我的 開羅之後就說這201就我的 我問你 201的業主 人家有說話 不然我沒有說 你就跟他分掉了 對不對 你如果要跟他分 你要問說人家對方要賣利用 人家對方要賣利用 人家也沒有要賣利用 我說那些消費 每天都說林智玲 你沒有 我也會說 大家也出一支櫃說什麼人 我們沒有 帶一間家我的 大家也這樣說 對不對 那就不變真了 那都出一支豪小櫃 說那些沒的 我如果說這樣你就聽我了 所以 我們的政敵到法律理的紀念 你要分辨真偉 你不要每一句話都去傳 也不要每一句話都去信 你也證明你傻人的 你要分辨 這個真的 這個假的 你要說就說真的 要傳就傳真的 不然就別說 你如果都傳一些傻話 證明幹你也是傻話 那傻人姓傻話嘛 夾到聰明的人才會姓真的 他會說這是真的 我跟大家分辨 那就是真的 你聽到好不好 所以 我們要知道很多都嫁 你要記得 很多都是假的 你不要相信他們的所作所為 你都跟他聽一聽說一說就好了 聽一聽就好了 你看我在台灣民政院裡面 聽了也很多假 包括那些江蘇也都在打假 我跟你說都跟你說假 跟插名字有的有的沒有 包括必須長說的名字 也有的有的有的沒有 你知道嗎 你都不關注的 你都要自己去查 有的沒有 有的就是有 沒有就是沒有 這樣才會清楚 我們一位一位政府 把它收集下來 找我辯論 我的論裡面的名字都有的 我不會拿沒有的你說 那齁對所有人 包括你自己的傷害都會很大 你齁 不可以先去騙自己 又去騙別人 你後來你會發生世界責任 你帶中國醫藥跟人打起來 就是這樣 所以我看你都沒發沒聽的 他知道的名字都嫁的 然後他就找你拿嫁人說 這個我爺 這個南海我爺 這個自古以來當都他爺 本來他就跟人打起來了 這個意思喔 會產生不不必要的糾紛 中國為什麼今天這麼多糾紛 他沒有法律啦 他沒有法律啦 他沒有說法律 這個所有權責任什麼人的啦 都說不清楚啦 都自己想想說 這我爺 這我爺 用嘴說的 如果用嘴說 我跟你說 101我爺 這個要說 對不對 黨最好的也你的 這就是我們你說這的名字 所以你如果看到這個 所有權的名字的時候 你都要記得 那些人 那些人說的話你聽聽就好了 尤其是中國人 他跟你講什麼東西你都不要聽 包括他在講什麼法律你也不要聽 啊我們台灣人現在就是中國人 所以你包括我們的台灣民政 有一些通信你講話你也不要聽了 你去看有話還是沒話 我們的工事都有一些 都在跟你教也沒話你聽了有沒有 為什麼那就是中華民國的詐騙 現在出來的人都跟你講的有話嗎 你給我 我就改變說我不行說沒有 我都說有的 我差有 有這條法律 啊這個法律是怎樣 我按照正義分解給你看 你知道嗎 你現在台灣人變成中國人了 很可怕的 人好 事情都不要求真的耶 都在胡說八道耶 所以你如果是有中華民國的詐騙交易出來 你自己要改 我告訴你 你要帶我這樣改掉 沒有真的就好了 啊你怕喔 你如果知道真的春都嫁 你對事情的更清楚 所以你就要非常的清楚知道這一些東西 好 這樣所以你就會清楚說這些名字 你會記得喔 我們的政治和法律裡面都是謊言 包含美國人也在說謊 你會記得你的中華改憲也可能在說謊 尤其是美國的長官也可能會說謊 齁你現在也不要相信任何人了啦 我說實在有的啦 人工你就差法律有就有啊 沒有就沒有啦 你才賣給我過你啦 對啦 現在人工靠法律啦 啊法律有就有沒有就沒有啦 不要在那裡說那有的沒有啦 那都沒有資料改革事情 那都沒有資料做 你拿沒的人是要怎麼做 最後人家差這就是人的啦 對啊 你要怎麼做 你拿這兩天在說 我現在台灣要建國要獨立啦 啊什麼民進黨國民黨要怎麼 要維持中華民國在台灣 我覺得那裡有可能 為什麼那個法律拿出來就跟人家賭到啊 你是要怎麼做 所以想要說維持現狀啊 獨立也不行 建國也不行 黨都不行 齁啊你就是中華民國台灣 就是這樣 都不會建黨的 啊什麼樣的反應 法律去計劃啊 不會過啊 對啊 因為台灣這片 土地是日本天皇的啊 因為美國總統在這裡嘛 所以你中華賣什麼 你中華民國哪有可能去台灣建國啊 啊你中華民國1912年就建國啊 靠腰啊你還要去台灣建國一件 你不說你1912年就建國了嗎 那你建國了你還要再建國第二次 我覺得你很奇怪耶 齁啊你如果中華民國在1912年 建過國了 齁啊 那你又跑來台灣那就是流亡 知道嗎 那就是流亡 那一個國家沒有你蓋兩件 對不對 你一件就要蓋好了啊 你不管蓋好嗎 你第一件憲法下 像你的國家就蓋下去了 啊你國家蓋了之後 你就流亡啊 就是這樣啊 那就是中華民國啊 所以中華民國是流亡政權啊 流亡政權啊 啊你現在流亡政權啊 你現在還要去台灣建國 你也說也好笑 啊你說要獨立 台灣跟中華民國的 啊所以那個無材料做嘛 你也要看所有看 是台灣是甚麼中華民國的 這不是嘛 你如果說你中華民國 現在用建國 你用 還是要獨立 不管在那裡獨立 你自己在金門跟馬祖獨立 齁 你如果說中華民國 你有心 przedsiębior 你作地內獨立itable 麻煩回到金門跟馬祖去獨立 那我認為中華民國的獨立是可行的 在哪裡金門跟馬祖 所以我也很認同的 中華民國一定要在金門跟馬祖独立 甚至說建國 你如果要在那裡蓋一個中華民國金門馬祖 我也同意了 你不看阿拉要放嗎 我們今天你說的就是這些事情 你要拿有的在說才能做 你如果拿不到的 然後後來的查法律 這所有款是不是你的 有資料做 沒有資料做就知道了 好像說你如果要蓋一個家 你會去看這個地什麼人 你是不是地主 你如果是地主 你就可以這個 你就可以跟建設公司簽約 建設公司就拿你的所有款 整個去調 跟這個建造 把你蓋好之後還給你辦使用執照 還給你 算說還給你勾電 這樣你這房子裡面整個都完成 你如果蓋過家的人 你就知道 你也是這些法律來的 沒有你會變土地 你是不用黑白頂檔的 沒有人敢給你頂檔的 第一 你應該是土地的這個什麼 地主 第一 你要有建設公司 那個什麼 那個設計圖 然後你要建築執照 人家才可以在那個工地上面 你那邊土地 給你 給你施工 那給你蓋住 蓋好之後 還給你用這個使用執照 這個使用執照 你會有最好的 這裡 這裡 算說使用執照 你要藥 這裡還給你勾電 然後再跟你做登記 你整個法律程序 你就整個都完整 那有什麼 你要去 這個什麼 去做 土地的變更登記 還有一些房屋的登記 我裡面還要完稅 還要做一些手續上面 法律上的變更 所以一間房子 那一間房子 蓋到有 那整個都是 也要走幾十件的法律流程 要走五、六件的 那也很麻煩的 那都有人幫你走的 你如果不效率 你又在那邊賺土了 所以你給我看 你如果要做什麼事情都要現在在現代社會都要靠法律 那不是你嘴巴說的就好了 你嘴巴說的那是部落 部落無法律 我組長發明明 阿公你把我整個這片台給我產平 組長出一支槌說就好了 來你把這裡都給我產平 我名字開始要蓋什麼 我要蓋房屋100檔 我講的就好了 來 阿公來名字來 揪揪的來 你就去 你知道嗎 那是部落 部落都靠一支槌 無法律的 所以你如果要分一個地方是不是部落 你看有沒有法律 有法 有法律的地方就是國家 那如果沒有法律的地方是部落 你如果有法律 你就會定義說這片土地是什麼人 你也去說 你這片土地頭上有住什麼人 這都靠法律你定義的 所以你一定看到法律 你如果看到法律的地方 這個就是一個國家 這個地方就是一個國家 它適用同一套法律 那基本上這裡就是一個國家 那如果說台灣為什麼被 是同一個國家 他主要什麼管理 因為這樣實施台灣關係法 這樣實施台灣關係法 這台台灣叫美國看作一個國家 你知道意思嗎 這樣你台灣是一個國家 因為也是要看法律 你知道嗎 啊我們台灣是有法律的 當然他的名字叫中法律 沒關係我們任天三個再解就好了 整個內裏 整個不對的 這個法律跟拚拚拚掉 把它解解掉就好了 啊把整個人民都改新的就好了 這樣就正常了 齁 所以我們台灣民主黨的同心 你要記得 你的頭髋很清楚的 你要去賠錢的 你不能再賠價 那齁價的名字 你的齁 第一你的叫我妹 我會跟你說的不對的 你現在秘書長再次說不對 我也要拚開 說幹這就不對的 你現在說的 絕對又衝突了 你如果法律不通 你一定跟人衝突 你要記得 人會拿法律堆 尤其是台灣 所以日本天皇人也會堆 你不可以黑白他做 你要這麼有法律做 如果說你在法律裡面做 你怎麼黑白做呢 我們現在台灣是有地主的 天皇呢 你不用黑白人做呢 人會看的 我們現在你說的就這些名字了 所以法律你都要看 你接不去跟人強奉 你如果跟人強奉 你的女郎 你記得台灣不是你的 台灣還有日本天皇 今天都美國在擠 你帶中華民國去台灣 你看隨心所欲 黑白鑽木 那他自己長什麼模樣 他都自己沒有看清楚 那就生得像地北街 對啊 那都說他好像京城武 那看就討厭 那就是中華民國 我們你說的就是都法律的問題 都卡到所有權的東西 所以所有權的東西 就不能開玩笑 會戰爭的呢 你現在台灣的屬於什麼人的 啊他的這個政敵的狀況 你都要說清楚 你任天才不會讓人家玩家 才不會無理取鬧 當中國人這樣 認知錯亂 啊精神分裂 還有躁鬱症 我這樣說你就聽好了啦 我這樣跟你講 你就聽得懂了 你才不會傳無理取鬧 拿沒的去人家賭啦 去人家賭啦 你把日本人家賭 說我要台灣獨立 好那是泛大紀元 你怎麼看著你這樣 那這幹老師的 本來是要給你建國的 你也賣了 我給你告 所以你做事情都要修法 就不能黑白去用衝撞的 去用搶奪的 你帶蔡財源在那裡做搶奪 這種人永遠 我跟你說他們那些人絕對不會贏 那是暴力搶奪 那如果在那這樣 任天我們的政府裡面 他也是這樣啦 啊去面對日本天王 他也要把天王農 說我台灣要建國 幹都一種人 這種人就跟人家賭而已 會絕對誤 比方說我都隊友 絕對會誤事 會鬧事的人 啊你這個法律你要看清楚 你要拿法律去跟人家賭 啊這就是法律你的 天王的 我們要建立國間這樣可以 你用賭 你知道意思嗎 啊不是要用衝撞 啊就你的 你就叫法律來做 人家就讓你做 你知道意思嗎 啊你如果不照法律來的人也看有 你要用衝撞的 你想人家都不知道嗎 那人是不該跟你說 我們點點啦 我們點點啦 如果不跟你印好你也不會做 我告訴你就聽到了啦 所以你看看 人齁 美國也很聰明 你看看 人齁 要跟我們做美國軍政府台灣民眾 這個台灣政府的政府 人還去問日本耶 有沒有 我現在要跟你們做台灣 那是一個國家 你日本有同意 有啊 日本這兩個怎麼說 最近都怎麼說 台灣是我的兄弟啊 對啊 啊我要保護台灣了 有沒有這兩個都跟你說 啊所以 代表 日本原則上是同意的啊 有什麼 因為這是照法律來的 你記得齁 對日和民調的我們今天說的 這些事情 人日本也知道啦 所以你不能歐 你不能歐白人做 你知道嗎 你照法律你一條一條都要看上色 你要照法律去做 啊你要知道 人日本在困難的地方在那裡 啊你 那他困難的地方 你如果沒有困難 你都把他倒三天洗過 啊你 你就要照顧 啊你這樣法律看護 你就知道要怎麼做 啊你會配合日本跟美國來做 你不要 絕對不要用衝撞的 你要什麼東西你用講的 好像說 我就要做 我要當知識 你覺得你的意願很高耶 啊你就人工去美軍好好講 我覺得我當知識有適合 啊你用爭取的 你用真處的 你知道意思嗎 不可以用唱的 用這個肩膜過測這樣 這樣用這個 好像圍標 綁標 好像脫衣一樣一樣 那如果去查到 人家絕對給你打出你 你如果買什麼東西你用講的 你如果愛一個女孩子 你覺得很漂亮 你跟他問說沒有你計劃 你用問的嘛 啊人家賣就算了對不對 啊你如果說 欸我就覺得 這個知識不錯喔 我要來做喔 啊你不可以用唱 你用講 說我有做知識的意願 你大家覺得怎麼樣 人家如果好說 就給你做了 對啊 你就要有講的啊 啊 或是人家說 欸我感覺你做知識學 啊你覺得你好嗎 啊你又覺得說 欸我可以 啊不然你就好了 人家給你問了嘛 啊你就說好了 啊你認好事情喔 你認好事情喔 不要用衝撞的喔 你記得喔 用講的喔 喔 自願喔 意願 合法 那這樣 就可以做 啊你覺得適合 那你就做 不適合就算了 好 啊所以這個 開羅公告什麼名字 你知道喔 開羅謊言 開羅謊言 好 日本天皇人說打不來 日本天皇真早就想要導航了 他有透過這個 瑞士 喔那個中立國 就是沒有參加戰爭的國家 跟美國他們說過 說 我們會用鐵爪 算說 要來 算說 要來談 這個 停戰的條約啦 他那時候說的好像是 停戰 說我們終止戰爭 我們不要戰爭啊 我們日本這名也打不下去 你們又打不下去 我這邊的師匠又更大 這樣事情 不好 這樣看 他在1944年 大概10月份 他有 我記得好像透過一個親王 還是什麼 還是他的外交官 像 像那個什麼 像那個中立國 像 我記得是 應該是瑞士 還是瑞典 就有說他想要停戰 他有向美國總統已經說過 但是 後面 後面 這個美國總統 好像也沒有他應 好 也沒有他應賣 但是他後面 那時候有說 說 希望日本不要再說 條件來打 反正 從美國這邊發出去的消息 公開的消息 是 他要無條件投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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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麼叫做無條件投降 你先投降 你能夠投降 我們在 因為我跟他說 一件事 那個時候 日本天皇要投降 來了我問你 下面人要不要投降 不要 但是日本天皇 一定意識 就是說 一定要投降 沒有投降 好像無條件投降 因為那時候 他日本天皇 看到戰況輸了 不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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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日本天皇要中戰 但是有一個問題 他會把手鐵那種而已 沒有人要中戰 沒有一個樣 第一個 東條 英姬一定不要的 那是主戰派 死戰派 要爭到死 但是你要爭到死 你的勇氣 可嘉沒有錯 但是問題 現實狀況 你就爭到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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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爭到死 哦我爭到死 你爭到死 哦我爭到死 哦我爭到死 哦你爭到死 哦我爭到死 終局 好 我爭到死 哦 爭到死 你爭到死 咱一爭 砭巴 Bunny Bean dul estud 我跟妳說 日本平常要投降也說不出來 什麼看原因呢 我跟她說一個人 那是我們前面有打過 伊藤博文 她就說 她就算沒有配合那些比較衝的 那些比較極左的力量 就是算到 算到判的那些 她就說暗散 在日本那個氛圍 你如果說要跟美國停戰 那個晚上會被暗殺 我跟她說一個人就好了 那個時候很有名的人 叫三本五十六 三本五十六一開始也說 我們不要和美國開戰 絕對不要 三本五十六我叫她開錢 叫那些軍國主義那些激進派給她開錢 所以喔 那個時候你如果要求和是會被暗殺的 三本五十六就叫她開錢 那之後他們那些 因為三本五十六是沒要擠的 之後他們那些海軍那些大型 就把三本五十六找一個舊口把它吊去海上 吊去哪裡 吊去做這個 四乘號的好像是航空母艦的艦長 把它吊去 它吊去海上 那它吊去 航空母艦頭上就有人把它保護 沒辦法按散 所以他把三本五十六吊去 吊去海面上 把它保護 所以那個時候是在日本的島內 裡面是不可以說要求和的 是不可以說要求和的 求和的叫暗殺 還是你不要跟美國開戰 你會被暗殺的咧 那時候日本軍國主義是很壞的 以前日本警察很壞的 你知道嗎 你知道嗎 很大男人主義的 很壞的 你如果要求日本警察 剛才是你的時段 說日本都很壞的 你的警察 你的保證 那些都很壞的 那你管台灣也很嚴厲 很壞的 你知道嗎 很壞 很壞的 他們說日本人整體那種感覺 給人家壓力 都跟人家說的比較進取 然後比較有壓力 給人家有壓力 你知道意思嗎 你知道嗎 你就威壓這樣 你知道意思嗎 你知道意思嗎 好像加到壞的這樣 所以你那個時候 你想要求和 還是說要情戰 你會被暗殺 所以日本天皇這種話也不敢在公開的場合說 開會也不敢說 但是他須底下 有透過的人先去說 說我們先來中戰 我們要來停戰 看不要再多了 在美國這邊羅斯文 他們說的是在這個什麼 在脱子產公告公開說的是 你日本要無條件投降 你要不要開條件 你就先投降 我按照法律來處理 我們美國有戰爭法 相關的法律 我們會處理 你就先投降 為什麼呢 美國這邊的進步 特地是說日本也不那麼容易投降 不好投降 你知道不好投降 你知道意思嗎 你知道嗎 你沒辦法投降 美國的看法是說 你如果要投降 如果你來民講的爭才來講 所以在美國這邊看 日本是沒辦法投降 真難投降 但是唯一的可能性在哪裡 在天皇 因為天皇是說 我來想辦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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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從來講 天皇會想辦法 但是你美國這邊要先給我們 你先給我們戰一個頭 我們再來再說有一個問題 你如果說 美國這邊如果統議投降 你如果說好 我 我們從日本來講 我問你 日本也要開條件出來 他會開 它會開一些有的沒有的條件 變成無在條條件 美國這邊我也沒辦法接受 我 你開的條件我也沒辦法接受 所以 美國這邊先打聲就說 很簡單的 你無條件投降 我們按照法律來處理 你不要說那些 你不要再開了 你要是再開了 我這邊也沒有辦法讓你享福 所以他就說 有一個條件說 你不要再開任何條件 那叫做無條件投降 這才是真正的無條件 所以真正的無條件投降 說的是你不能再開條件 你日本這邊不要開任何條件出來 就直接就這樣說你要享福 所以我們教法律幫你處理就好了 這才叫做無條件投降 不是中國人那一支 那一支吼銷水 你無條件投降了要 你整個日本都我們中國的 那如果整個日本都在中國 打起來美國要分什麼 你說一些消費啊 人打起來日本的是美國的 不是你中國的 你這個中國的國民黨和共產黨兩個 都打在山裡面 一個在沙漠裡面 對不對 你是戰敗國呢 你憑什麼跟他分 你如果說要分日本的領土來說 最有分的就是美國 因為 我們說日本是美國打的 你如果說你這整個日本的領土如果要分 美國最有管理 你知道嗎 美國最有管理說 你這個台灣和條線掛給我美國 人家美國最有管理這樣說 你存在哪有什麼 你存在國民黨和共產黨 你憑什麼人分 你如果不打贏 人家打贏的是 欸 美國咧 人家主要是美國的太平洋艦隊百分之 九十五的艦艦 全的都美國打的咧 存在門軍才降五%而已 這主要的戰爭百分之 九十五都美國打的 啊我們存在國家說 存在齁 我們存在這些國家 才分不到五%啦 存在九十五%都美國打的 所以你如果要分公路來說 按戰功來說 如果要分日本領土最有管理的就是 那就是美國 美國最有管理 啊如果美國到今天 人家打的 人家也不說台灣是我美國的 還是條線是我美國 還是北方四島是我美國 南海是我美國 南美國到現在一句話都不說 對不對 人家 美國告訴你 我對領土沒有任何要求 啊我在這邊是 為 我來維護你們的安全而已 人家說的是這樣而已 他也沒有什麼要求啊 沒有啊 他也沒有幫你開了 他沒有幫你開其他要求啊 沒有啊 所以我是覺得說 人家 美國這邊就比較公道 人家就比較修法論 人家就沒辦法幫你做 啊如果中國人 人家就去褒蟒水啦 整個都靠騙啦 整個都靠騙啦 好 那我們就來講喔 這一些問題喔 所以喔 我們來講一個問題啊 那個波次蘭公告 裡面就講了一個就是說 你日本無條件投降 真正的無條件投降 是不要再開任何條件 因為我們想這個中華民國詐騙交易聲鬧 他都說喔 這個波次蘭公告跟開羅訪言喔 這個喔 台灣要規返我中華民國 所以中華民國他每天都在說 我 我對台灣有主權是根據開羅訪言 跟波次蘭公告裡面講 但是我們就講一個問題喔 開羅訪言跟波次蘭公告 日本也有簽 日本在開羅訪言跟波次蘭公告裡面都不簽 這都是單方面的聲明而已 人家另外那邊擁有台灣的所有款式的日本都不簽 人家就不同意了 日本不同意說跟台灣人 那個中華民國沒有啊 沒有啊 你有看到這個波次蘭公告跟開羅訪言 擁有台灣領土的日本 你有講話嗎 有簽名嗎 沒有 他一句話也沒有講也沒有簽名 所以在發布波次蘭公告跟開羅訪言的時候 台灣仍然屬於日本 你知道嗎 日本後來有沒有把台灣割讓給誰 沒有啊 你看也沒有啊 你也找不到啊 如果有的話 中華民國炸的鐵船 他就是三母 所以他就說這個開羅訪言跟波次蘭公告 所以你就知道 中國人都出一支喉嚨主 靠騙 中國人是最不要臉的民主 我現在越了解中國料理啊 深深的了解中國 我覺得這個民主啊 我要說 讓人你知道 反胃 讓人鬥斷 騙說到中國現在都很討厭 都很討厭 不知道為什麼 我看到這裡就騙到中國兩人 不是要再來騙了 還是要再來唱了 現在想到中國兩個字都是搶劫 都是土匪 都是強盜 不然就是詐騙 跟蔡才遠那種人是一樣的 很討厭 跟那隻蒼蠅一樣 整天你跟他搶劫生這樣 很討厭 討厭 你如果說到中國就想到這些強盜 詐騙 那有的沒有的 那都中國 你知道嗎 所以這個波次蘭公告 我們說是一個異象聲明書 裡面一個重點叫日本無條件頭項 這個無條件頭項 你的記憶是 你日本不要再開條件 你就叫這樣導航 所以我才有法律來處理 但是我們有一個問題是說 美國人為說日本沒有那麼容易投降 因為他也知道 他情報也調查過 日本那些什麼軍國主義的死戰派 沒有要投降 但是天皇這兵是很堅定的 天皇很緊張 天皇說你如果沒有投降 天皇還認清事實說要更緊張 他在1944年他就說要投降 在1944年大概我以前有看過那些檔案的那個算明 1944年他就投降中立國 他就像泰國爺一個親王還是他的外務大臣 他已經私底下先透過那個中立國 跟他瑞士跟美國羅斯武總統猛過這個問題 說如果日本跟你中戰 你的看法是怎樣 所以有問過這個問題 那羅斯武私底下怎麼回 我不知道 他跟天皇那些密件那些講話 我都不知道 可能有 可能看是不是美國那邊有檔案 有這些秘密檔案 或是在國會裡面有這個紀錄 說日本天皇發電報過來 或是透過第三者 然後羅斯武那邊有留下什麼檔案 你可以找找看 倒可以證明說1944年大概10月份的時候 天皇就要投降 說我們新來的這個停戰 但是在美國這邊就說你沒有那麼容易 其實美國對日本也非常了解 你沒有那麼容易投降 其實美國這邊是真知道的 你的軍國主義那些很壞的 你如果說要停戰 或是說要跟美國求好你就叫暗殺 我們這種人在 你就算打到這麼嚴重的狀況 那你有那麼容易降伍嗎 也不容易嘛 也不容易嘛 所以我們你說的就是這些事情 其實不容易 不容易 不容易哪裏就懂得說 那美 那美國這邊開的說 你就是無條件投降 不要開這種條件 你要這樣打 為什麼 這也 我跟你講這也是你跟日本拼 因為如果美國這邊如果動議你這樣說 日本就要開了 它會開很多條件 這個條件是開了之後 變成美國沒辦法讓日本投降 你知道意思嗎 這樣變成這個談判就破裂了 那 美國就很 就非常簡單 我把這個底線為好 就是說你不要開條件 你就直接降伏 我按照一般的法律來處理 如果這樣最公平 我覺得 美國這邊講的無條件投降 是蠻公道的 它的創意是說 你就叫一般的法律到行 我們不要說我們有法律 你叫法律來到行 我就讓你的到行 所以 但在美國這邊來講是沒有錯的 但是 聽在日本這邊有他的困難 我說的 天皇要導航下面的將領不要投降 哇 那很討厭 那天皇 還被政變 天皇差不多在他要導航那時候 好像有消息好像走路 那有一件叫做工程政變 像日本天皇要導航進行那時候 起來政變 天皇準備要導航的時候 情報叫那些軍國主義人 那些衝的 那些基進派 你知道嗎 你知道嗎 起來算要把天皇關押 要把天皇扣押 那叫做工程政變 那是有的 所以證明說 美國對日本的了解是正確 你沒有那麼容易投降 但是日本天皇也排除萬難 他想了各種的方法 然後他也提前調了他的進衛隊 他也出來評判 他也知道有的人會創意在這個 皇宮裡面 算是要把天皇阻止 阻止天皇降虎 但是天皇說 我們如果沒有投降 我們要買 我站在我國家元首的日中 我一定要投降 我告訴你 這個投降是 所有的日本下面那些 秋帝那些將名沒有一個人願意 但是日本天皇 對 孤注一指 說我一定要投降 你把這個戰爭的責任都 整個我天皇的事件 不要緊 因為 這個狀況是在那個 氛圍之下 日本唯一能夠享有 就是所有重量都賣 但是跟天皇說 我來派這個戰爭 這個狀況的時候 日本才有可能投 反正我不管我來天皇說話 我就算了 你們都要投了 不管你們願意 還是無願意 要再招還是不要再招 你們都要投了 這是唯一的辦法 所以 我以前說這個 無條件投降這個 這個 我跟你講是 日本天皇跟羅斯武總統 他們說好 也不可以 但是 我覺得 其實我沒有 因為我沒有這些電報 往來的一些想 應該在美國的檔案那邊有 機密檔案裡面應該有 那個 日本天皇跟美國總統 在1944年10月份 泡過中立國 我先說過 所以這個 可能他們那個時候就說好 說好 不然這樣 你無條件投降 現在你 日本天皇你去處理 但是我們的條件就是 無條件 你不能再開條件 你照樣子到 現在我照法就來處理 這個 美國 就把所有 投降的條件照的 都設計好了 在1944年 那個時候 羅斯武帝到情報 以前就說 日本要投降 你開始做設計 戰後怎麼接收日本 怎麼接收這邊 日本領土還有軍隊 你應該開始設計 日本準備要投降 他羅斯武知道的時候 他就跟他來講 日本要投降 你要先著手準備 啊 中介教也知道 中介教知道 日本要投降 他本來是輸了 大概差不多 1945年 差不多三月份那時候 他就知道 日本要投降 但是那時候 日本還不容易投降 我說他下面在那邊死卡 啊不然天皇說 那是 如果說真的會議員 可能 1944年他就投降 你也要撕壓 你齁 是要所有的 你所有的人去培葬嗎 他就是跟你的經過 你都不會投 你就這樣 整個都不會投 你如果是聽天皇的 就不會去投 你知道嗎 就是給他們 你知道 就 給他們去選擇 第一個 你日本被全滅 第二個 你聽天皇的 去無條件投降 因為給他們兩個選一個 給他們沒有路 你知道 給他們沒有路在想那些 只有兩個條件 第一個 你全滅 第二個 你聽天皇的去想 最後 那些在內閣會開會的時候 就說 好了 不然這樣 你齁 你日本天皇做 你日本的天皇做主力去投 在內閣會開會的時候 就這樣說 好 我們支持天皇的體力 我們要降虎 天皇也說 所有的責任我來擔當 你把這件擠我 我來拍 我來 我來 我來導航 戰鬥我跟盟軍說 因為我沒有跟羅斯武說過 好像 私底下稍微有談過 這個我們就要看那些檔案了 但是我們知道就是說 美國這邊公開開的是說 你無條件投降 就是你不要開條件 像日本天皇在想辦法 日本天皇那時候也想辦法 說我要快點打 所以好像有你配合 這些相片都有你配合 再來 我們就順利投降 我跟你說 我們順利投降 說到是會撐到 順利這樣無條件投降 我怕去對日合併條的那個撐到 你知道的意思嗎 算是天皇你幫我們做 那時候天皇真的有心甘心 他說你這樣 你們的相片就說 應該 我們為什麼能夠無條件投降 我來講 那個時候 日本人在開戰的時候 都是沒有想說他會輸的 他們沒有輸 他們沒有輸 這個字 那個時候在 日本軍國主義的字典裡面沒有輸 你知道嗎 他們輸也沒有投降 從來沒有 真的 我跟你說 所以那些三本 五十六公 他不要跟美國開戰 他就要開戰 他就要開戰 他只要說 我們不要和美國開戰而已 他就要開戰了 他就要開戰了 把他示威開戰 真的 那是真的 真的 真的把三本五十六把握握握 握握握 我來就要握握 我這樣跟你說你就聽到了 所以你要了解這一些東西 那個時候日本要降虎不容易 但是最後不管如何他終於降虎了 能夠降虎說是我們抓到 那不容易 在軍國主義 他已經在那個掌權時代 日本天王要投降不容易 那日本天王他有經過政變 他要投降的前一天 你知道嗎 前一天晚上要錄音的前 他在錄音完的那個晚上就被人家政變了 因為消息傳出去 人家要阻止這個廣播 要阻止育英放送 所以改一政變 然後兩千多個那個少壯派的軍官 把他弄在皇居裡面 你要唱呢 就要搶那個硬盤 那個硬盤總共有三張 天王總共錄了三張 那個一張送給東京廣播電台 然後還有就是另外還有兩張 一張是存在一個很秘密的地方 然後還有一張不知道 他不知道是在哪一邊 這我也不知道 總共我記得錄音總共錄了三張 然後分別由三個人執掌 那一張電視來去錄 那個時候要做育英放送 做廣播電台給他們去錄 我們說日本天王全補我們日本導航 接受盟軍的無條件投降 在向他投降 那在好不容易投降 所以我們日本的都導航的主要的原因 是日本天王的功能 我們說實在話 日本天王在這間的日本的導航 是他的功能都佔百分百八十 沒有啦 我們不要說百合金差不多六十 那存在是米國的配合 米國也佔差不多30% 那存在10%左右 所以我們要導航也不簡單 你不是說在日本那個狀況 你要發導航就導航 真的是很不容易才投降 你如果說回到那個時代電 跟我剛才說的這個東西 整個條件你去做clation之後 真的日本要導航很困難 但是喔 日本天王就用他的辦法 就讓我們日本導 啊 佔是有米國的佔領才走 所以我們也說一個對日和平條約的簽訂 很不容易 我說實在很不簡單的 你如果回到那個時代 那個條件下 你要降服 你又要簽舊金山和平條約 你知道大費周章的 那真的是很出力的 那真的很不簡單的 所以對日和平條約有沒有很珍貴 很珍貴 反正不管是日本跟美國的建進度 跟這個對日和平條的這台就停 那我是你說這個 戰爭要停 什麼 為了要停下來那個困難度 那好像一輛飛車你知道 速度很快 在那高速火車衝過來 你現在要叫他煞車 就那種感覺你知道嗎 在那滴滴滴 他這樣好不容易把這台大車你知道 給他停下來 沒有車毀人亡 你沒有火車出軌 沒有就冰車 沒有 還好停得下來 所以我們說是在會 能夠降虎文書 能夠中戰 能夠簽對日和平條約 得來不之不義 我們說是很不簡單的 天皇可以到王這樣 天皇的功勞這樣 那當然有 美國的飛車也很困難 美國飛車人開的條件 也沒有過分 說你不要再開條件這樣 還送你兩條 元主帶來幫你試一下 你如果沒到你就這樣 你比較快會去對日本天皇到 所以那時候內閣會 開來的時候 就是說要到行 就是因為有經過這裡的安排 那也把他東京大風帶 把東京都把他收過一件 就讓那些軍 讓那些軍國主義會疼 要害怕 讓他們家人都死了 他才會說知道 你發動戰爭的事情就是這樣 啊你 你要停還是不要停 或是你日本整個民族不住 你自己拚一下 你看你要對天皇到行 或是你整個日本民族不住 真的啊 美國意思是這樣啊 你有要到行嗎 我有路給你進嘛 你就對天皇到行 出那些軍教法律來處理嘛 啊這個也不會過分啦 所以我們這個波子人 我們這個響武文書真的不簡單啊 那波子人公告裡面對日本就講了你無條件投降 這樣而已 這個 這個 這個倒比較重要 其他不是那麼要緊 其他只是一個意見聲明書 因為你給日本包含日本天皇並沒有在波子人公告上面簽約 無言無言 所以你的這個開路宣言跟波子人公告你 你用它忽視沒關係 你主要要看什麼對日和平條約 對日和平條約才是重要啊 這個開路宣言是一個新聞公報那沒有用的 那波子人公告你倒還要參考一下 有什麼影響到對日和平條約 它影響到對日和平條約 但是依對日和平條約為主 那波子人公告只是你的參考 只是對日和平條約的參考 那你最後要以對日和平條約裡面講的內容為主 那波子人公告今天說是有的不合了 就沒有那麼重要了 有什麼關係 因為今天依對日和平條約為主 因為他要 日本國政府簽嗎 美國政府這邊也簽嗎 這相方都有同意 你想要說雙方都有同意的 但是波子人公告是美國這一邊單方面支持 那倒不是法律 所以他說這叫做波子人公告 這個開路宣言你把它等掉 聽聽就好了 那是一個新聞公告而已 參考 它主要開路宣言沒有用 好那我們來講內容裡面 波子人會議 1945年7月17日到8月2日在德國波子人 他就是開了一個會 然後盟軍在討論一個問題說德 德國在1945年5月8號德國已經導航 現在再來換日本 你大日本帝國政府要怎麼處理 就是這個波子人公告 所以在帝國導航之後就開了一個會議 裡面決議波子人公告 這是盟軍單方面的公告 他不是法律 但是他會影響到戰後的一些條約 比如說那個對峙和平條約就受波子人公告的影響 都影響到 但是波子人公告仍然是意象書 他不能當條約 你條約你要是以什麼為主? 降虎文書 以降虎文書還有那個什麼? 那個什麼? 那個對峙和平條約為主 有什麼? 這日本有簽 這相方同意的 還有什麼? 還有一個對峙和平條約 所以我們日本這邊的導航都兩個條約最要緊 兩個最要緊 就是降虎文書 還有對峙和平條約 還有對峙和平條約 這兩個最要緊 那存的你可以忽略 沒關係 如果站在美國這邊 主要就是一樣 降虎文書最要緊 這是日本的降虎很要緊 然後還有一個一般命令第一號 這是日本這邊的命令 叫這個盟軍去分配占領日本的領土 分配占領 那這個一般命令第二號也是要緊 還是你站在盟軍這邊 站在美國這邊 然後還有什麼? 對峙和平條約同樣要緊 主要站在美國這邊這三個 站在日本這邊是兩個 一樣是降虎文書 然後還有就是那個對峙和平條約 因為這日本這邊都有簽 所以你如果站在日本這邊 你看問題 你主要看兩個就是降虎文書 跟這個什麼 跟對峙和平條約 那如果站在美國這邊 抵一個 就是一般命令第一號 它會多一個 因為一般命令第一號 日本這邊也沒有簽 日本這邊也沒有簽 你知道嗎? 他們主要是同盟國這邊的同意 所以那都是單方面的 雖然是盟國單方面 但是他有 盟國有佔領權 美國這邊有降虎文書 所以你日本這邊也要尊重一般命令 但是日本這邊他沒有簽 他說 如果一般命令你要出問題 你美國要自己去護護衛 他要自己去護衛 我們日本沒有這樣同意 所以你要記得 這條約什麼人有簽 什麼人沒有簽 沒有簽很重要 那個條約的解釋 會不一樣 會差很多 你知道人有簽還是沒有簽 什麼人有簽 什麼人沒有簽 這簽什麼意思 這沒有簽什麼意思 你一條一條都要看上去 不然會產生糾紛 要說清楚 講明白 他是誰簽的 簽了什麼意思 要講清楚 這就是我們講的波子黨公告 波子黨公告 來民主要講的是 蘇聯英國跟美國去簽 想要收到的就沒有簽 蔣介石也有補 再補一個簽 這樣子而已 那收到波子黨公告 日本這邊的態度是什麼 不於理會 那你自己說的 我日本也不懂 他也沒有說要 他也沒有說不要 他也都是不理會 我不要跟你吵 你自己在那補他嘛 你在那補他嘛 你在那補他嘛 但是在那補他 日本體狼這邊 他是日本體狼是想要投行 趕緊投行 比較有利 好 那我們裡面 剛剛我們就講了 波子黨公告 可不可以取代對峙和平條約 不行 你記得 今天依對峙和平條約為主 波子黨公告 變多什麼一個 參考的公告 參考 參考 你說參考 說這對峙和平條約是怎麼來的 這從波子黨公告來的 但是波子黨公告是一個異象聲明書 我戰後怎麼對日本做處分的異象書 但是不一定會這樣子來 所以這個對這個波子黨公告是一個誕書 例如說你去跟人買 例如去跟人買房子的時候 你幫你簽說 不然你們兩個都說好了 對不對 這樣就是要約書 我們先來簽一下 簽一下要約書 但是我問你 要約書可以取代買賣契約嗎 不行 要約書是一個口頭上溫的可能 我們雙方的看法 看法而已 但是看法是契約嗎 不是 買賣契約才是真正的契約 你買賣契約簽完之後你要改困 由於對方同意 不然你買賣契約簽完就過了 那你幫你台書叫你簽完就過了 那處的買賣交割他就完成了 所以你要記得 這個波子黨公告不能夠取代這個條約 還是契約不行 波子黨公告只是一個異象聲明書 所以這個波子黨公告 我說我示威你準備看也沒關係 你今天看對峙和平條約就好了 但是你會懷疑我對峙和平條約怎麼來 在波子黨公告 就這樣而已 因為這個波子黨公告會影響到對峙和平條約 但是我說 這個對峙和平條約沒有全部遵照 波子黨公告裡面說的為主 他是一個參考 他參考波子黨公告裡面說的為主 所以你本身你要遵照對峙和平條約來做 我告訴你對峙和平條約我前面就有講過他的性質 第一 對峙和平條約是一個停戰的條約 停戰又追求和平的條約 我們停止戰爭 但是我們用和平的方式來解決問題 然後我們就怎樣問題解決了嗎 都還沒有 戰後這些日本領土問題都還沒有解決 問題都不會解決 然後第二個 他在說戰爭還在持續當中 他在說戰爭還在持續當中 他在說停戰而已 他在說我們兩邊都終止戰爭 但是我問你 你日本跟美國都終止戰爭 其他的國家不要嗎 他們一定要聽你的嗎 中共有意見 我都沒有在聽你的 你對峙和平條約是一張被子 你不要再打 所以也說的 你兩個簽我沒有簽 我不要再打 所以我告訴你一件事 對峙和平條約裡面 第二項裡面又講到 怕他還在戰爭當中 但是我們日本跟美國終止戰爭 我們終止戰爭是不是還在戰爭 是 所以它是一個停戰協定 對峙和平條約是一個停戰協定 所以代表我們台灣今天還在戰爭當中 只是人日本跟美國說 我們兩個好平 以和為貴 我們再來慢慢處理這些問題 我們也不急著馬上有一個結論 我們慢慢來 我們且走且半 你知道嗎 所以你今天我們的戰爭還沒結束 日本跟美國原則上那個法律的戰爭 還沒有結束 法律的戰爭 實體的炮火都沒有了 但是法律的戰爭還在 法律的戰爭 還有 你美國跟日本這邊都要終戰 中國跟蘇聯要 他們兩個都不簽 中國跟蘇聯是拒絕簽約的 他拒絕承認你對峙和平條在講的 所以他也說一個問題 日本跟美國中戰爭還是存的國家不一定 中國跟蘇聯有意見 最後就打了 怕什麼 怕 朝 朝鮮戰爭 還有一個越南戰爭 那這什麼意思 蘇聯跟中國 不遵守對峙和平條約 以前他說你這簽的對我來說 我沒有簽 我又說不用遵守了 我不用遵守了 那你兩個簽的 那你兩個去拔你自己 我沒有了 我沒有簽了 對啊 騙你的角度 蘇聯跟中國這邊 他們說我們沒有簽的 那你兩個的事情 但是你如果騙在日本跟美國這邊 是我們 我們現在終止戰爭 我們在戰爭會不會爆發 他整個戰爭都還沒有 整個都沒有和平 那當日本領土的問題 隨時還會崩起來 所以這個對峙和平條約 我們也跟你說 他代表戰爭還沒有結束 然後第三個對峙和平條約 我們也說一個重點 他還在進行當中的一個條約 你記得對峙和平條約 是還在進行當中的一個條約 還在進行的 所以說問你對峙和平條約今天還有效 我也說有效 而且還很重大 其實如果這個日本的領土有什麼問題 麻煩你回來看對峙和平條約 裡面你說什麼 你再好好看清楚 這個條約今天還有用 今天還在用 所以你如果對日本這些領土 國 國 國際的領土有問題 麻煩你回來看對峙和平條約 但是你不一定看有 所以我要寫這本論文 跟你說給你聽 這些要點我在後面我都會再提一下 會不斷的跟你提對峙和平條約是什麼 他是一個停戰條約 停戰 終止戰爭 啊我們你 你終止戰爭你真的戰爭結束了嗎 你最終和平條約怎麼簽什麼還沒呢 所以我們還缺一個最終和平條約 所以我們的事情都不會結束了 所以我真的 研究了 我才知道 哇這裡面水這麼深 那都跟我們以前一開始 那傲人的生活都不一樣 真的跟我們研究下去 哇嚇死了 我們想說對峙和平條約好像不沒關係 那就是以前七十二人簽的了 那跟現在說的是參考參考了 你想想什麼 那你還怕研究下去 哇水這麼深 今天又在戰爭的夭壽 那是一個中戰的條約 我在對峙和平條約的主意的時候 我這裡一條一條兵給你看 你才知道這是一個停戰條約 我不會騙 它是中止戰爭的條約 不是最終和平條約 他說我是中止戰爭 我要追求和平的條約 所以叫做中止戰爭的和平條約 那最終和平條約也不是 因為這戰爭還會崩起來 所以我們也說的 戰爭還不會結束 因為最終和平條還不會簽 所以戰爭還會打起來 你說打起來 這個地方就是主要是蘇聯和中國 蘇聯跟中國 他們對我們這些日本領土 他就想要非法竄奪 所以會產生日本領土跟蘇聯跟中國之間的日本領土爭奪戰 所以就有一個美日安保 美國跟日本的安保條約 那也你說這個事情 沒關係我們後面會慢慢再談 今天是跟你說這個普洋市場公告 他裡面說的就是日本你無條件投降 你不要再開條件而已 現在普洋市場公告原則上實際上做參考 他的效用沒有很大 沒效 對我來看我覺得用不中 我們今天主要用不中的都對峙和平條約 因為普洋市場公告也不能取代對峙和平條約 所以我們現在以什麼為主 對峙和平條約為主 很要緊 因為我就是做研究 所以我確實跟你說 對峙和平條約非常的要緊 而且比台灣關係法還要要緊 什麼原因 對峙和平條約說的是整個檔子的問題 台灣關係法說的是台灣的管理而已 台灣怎麼管而已 那台灣關係法的主約在哪裡 在對峙和平條約 美國軍事政府對台灣有主任權 他的主約在這裡 他的主約就一句話而已 主要這麼看國是台灣的美國軍事 當時對台灣出運款 有主任權 他就叫對峙和平條約說 你寫台灣關係法 所以台灣關係法的母法是哪裡 是對峙和平條約 對峙和平條約一段話 我們就寫一個台灣關係法 所以我跟你說 對峙和平條約的重要性 是比台灣關係法還要重要 但是依實用性來講 對我們台灣的實用性而講 台灣關係法比較實用 你看看你 因為美國軍事政府對台灣有主任權 這樣你就實用了 所以我跟你說 你台灣的老闆一定是台灣的美國和主政府 為什麼 那是對峙和平條約來講 那就是要害 整個對峙和平條約跟台灣關係法裡面的要害 就是 那個美國軍事政府 美國軍事政府 對台灣有主任的管理 這句話是要害中的要害 你如果這句話 你如果討不定 你整個對峙和平條約跟台灣關係法 你也討不定 到底什麼人要來處理這些土地的問題 現在日本領土誰要處理 美國軍事政府 美國軍事政府 幫你發到白 懂嗎 那一句話是keyword keyword就是美國軍事政府 所以我跟你說 台灣的東京 一定是美國跟有東京 什麼管理 那對峙和平條約規定的 你如果你討論文書 你要看到那個keyword 重點 你把重點抓出來 你就知道這個文章裡面在講什麼 別人說對峙和平條約 我說這是一個停戰條約 它在追求和平的停戰條約 它是一個停戰條約 電章還會補法 這 這種事情不是說你簽一個 對峙和平條約之後 電章就不會補法 你喔 我說簽條約是一回事 電章又是另外一回事 你條約簽不到 大家就順手條約也未必 未必 我們還走著看 所以你條約簽到不一定說 電章就結束了 你知道嗎 別人要幫你打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波次郎公告 波次郎公告 我們稍微念 我們稍微看一下 我給他看他的重點在那裡 他的重點在那裡 最後 最後 十三項 無人通告日本政府 立即宣佈所有日本武裝部隊無條件投降 有沒有 無條走 你不要再開條件 你直接投降 你向盟軍的將領投降 並對此種行動 誠意 實行 予以適當之各項保證 盟軍可以保證你的人身安全 但是你要投降 處死意圖 日本即將迅速完全毀滅 所以他說的重點就是 你日本不要再開條件 這是重點 其他的我們你先投降的再說 我剛才說過 日本那時候要投降很困難 所以美國再給他補兩顆元朱炸的 給天皇說話還給他 你看 我們沒有投降我們要買 你要投降 你們還要再死戰嗎 那個時候 日本喊了一句話叫做一億玉碎 就是我一億的日本人要跟美國人換 換多少我就換多少 那叫做一億玉碎 日本是打得很困難 好你要一億稅我給你欠兩顆元朱炸的 你自己去選 你要投降 還是要整個還給你選 要給你整個日本都移平 還給你找過一件 你兩個選一個嘛 我給你選的呢 你就對天皇你就要投降 所以也打一支給天皇搞 好 所以說 美國上面打一支牌 給日本天皇去搞 給日本人去選 你要對天皇去 這麼快去投降 這張戰爭我不要再打了 打了現在是屠殺了 跟你們日本種族大屠殺 這樣也不好 不然你們就快 你們就選一個 你就跟天皇走 天皇要降伏 你就全部跟他 好 再來 因為我們主持大廠 廣島的場地 把他放下去之後 這個 這個 日本天皇就 這張王牌了 開火的時候就說 好不然就在天皇 那些種類本來都反對 我來後面都沒有說話 天皇就站著什麼 說 天皇我來打 天皇後的問題 我來替你們打 你們都沒有質疑 你們臣民這裡對外 你們沒有質疑 就是我天皇 好啊 既然整個天皇要打 那下面的將領就給他輕鬆了 那朋友摸就好 不然就整個叫天皇的意思 那天皇在準備要打訪的時候 這個消息就走 整個都走漏了 走漏風生了 走漏風生了 那些年輕人就起來怎麼 做兩千人叛變 要截止天皇 要把育嬰放送給他阻止下來 啊 結果 日本天皇也知道 提早部署 他把他的敬衛師團做部署 防止判亂 這點的判亂才不成功 啊 這叫我就順利利應放送 拜託 所以天皇也差一點 叫做暗散 為了要導航這件事 天皇也差一點叫做暗散 這不是賣的 我跟你說 連那個三分五十六 日本的軍神都給他開槍了 你是不是天皇不會被劫持 甚至被殺的滅口 你也知道嗎 那些軍國主義好像小的 所以說軍國主義很恐怕 你不要因為日本的軍國主義什麼好命 那是什麼好命呢 你也不要崇拜日本的這個什麼軍國主義拜託 那在我們裡面也不要 因為我覺得軍國主義他太極端了 你知道意思嗎 就不說就會很霸道 我覺得日本的軍國主義算很霸道 日本最壞的所謂就在這個 他的軍國主義 這我覺得是非常不好 做人不要那麼驚 你知道意思嗎 做到那麼驚 人家說你一條路要走到黑 那我沒有辦法 對啊 你一條路要走到黑 都沒有在回頭車 你不對你就要穿了嘛 你還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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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跟人家 死扛到底要幹嘛 那你又得不到什麼 做人那麼驚訝什麼 所以軍國主義 我們現在平常說的不好 因為他太極端了 對他本來就 對 用軍國主義的人 本身就一個上海 對白人也是一個上海 所以那是雙面刃 對雙方都不利的 正如說任何事情 他都沒有轉返的空間 你看日本天皇帶就要到行 1944年 外國本來就想要到行 他看打不下去 還打下去就屠殺 那是戰爭 在1942年 在東土島戰役後 日本的韓國武艦 有四支韓國武艦 叫美國給他集成了 我跟你講 日本天皇那個時候 就知道不妙了 不妙了 整個戰局已經扭轉 你本來的優勢已經沒有了 那再來就原來證明 日日差兩次 所以戰報天皇也看到 夭壽了 就都一直在輸鬧贏 那一方面你輸了 但是 報紙都說贏 日本的時候 也整個報紙都做嫁 我也怕跟你說真的 那跟今天的國民黨 跟共產黨的宣傳機器一樣 實際上輸到賺錢 那在這個報紙頭上都說我 我軍大傑 真的 我不會跟你騙 那個 東土島戰役的時候 他也說我軍大傑 實際上 他 四支韓國武艦大傑 他不說了 但是在那個報紙頭上 你看到 有的是大傑 我跟你說的是真的 什麼 擊破美軍航母 有啦 那個時候 日本的航空母艦流集成 一支空母 但是我跟你說 你被集成四支 你不跟你說 你被集成四支 你才把人家的一支集成 你知道的意思嗎 你大了 你來賠 但是 他四支韓國武艦被集成沒有講 他就專門講那個 大傑 大破美航母 你自己去看那個時候來報紙 你去看那個時候來報紙 你去看那個 你去看那個 台頭你去笑死 那你就黑白說 所以我告訴 你一個人要犯 你一個人要犯罪一定是謊 一定做很多很誇張 然後偏離 事實的那種 所謂的宣傳 真的都出一支好人 日本也一樣 你騙人 明明都輸到疼口 他都說一大傑 我心裡覺得 日本人也很豪小 我也說日本沒有那麼正直 你自己看那個時候 你也在說白痴 所以日本也有說白痴 你知道嗎 因為他沒有辦法面對現實 因為他打得很困 所以他沒有辦法面對那種現實 蛤 我才會輸到這麼慘 我這 我這次要補 我補下去 我告訴你 我人頭落地 你如果說什麼人的 媒體跟他補說 我的韓國武艦被擊沈四艘 才擊沈美國一支韓國武艦 我告訴你 你那些將人都要切剝四艘 我告訴你 所以你自己看 那個 軍國主義變作所有人民 你知道嗎 那些戰車擲在走 沒火頭車 然後擲在這台戰車頭頂 叫他擲在走 日本天皇也有日本軍國主義所害 他也擲在走 日本天皇也願意 日本天皇說的是 他也跟三本五十六一樣 他也不願意開戰 但是 那些下面那些軍國主義就想要撞 所以你說來 日本軍國主義真正是 他擲在走 腦騷了 真正就是這樣 所以日本軍國主義 今天說的是 不要再有那種想法 不要崇尚日本軍國主義 那是不好的 那就是一些說的是在報名 對啊 人家說的窮凶集合的報名 那真的是日本軍國 他擲在走 他沒有那種所謂的 做人的理性 放得理督 什麼話說的 什麼話不說的 什麼話不說的 什麼話做的 什麼話不做的 啊你說 你要說到什麼情形 你不能再說下去了 我們說一些話 還有一些 講話不要太誇張 那些嘴不要太誇張 他講到這樣就好了 你帶戰狼外交出去 都要跟人家得罪就是這樣啊 尊公你講到對 他也適可而止 講到這裡就好了 不要再說下去了 不要跟人家往事裡打 你把點的 人家抓到人家有自知之免 他就知道要怎麼做 我這樣說你就聽了 有時候我們要理智一點 嘴巴講都可以 但是在實際上做的的時候 你就要注意 不可以像日本軍國主義這樣 打到這麼困難 對你看人日本 你看你 你如果說在1944年 你日本來逃行 你今天會這麼多 你如果真的會都逃行 那不可以這麼多 還多四這麼多 還有今天問題 如果這麼多 都沒有材料處理 這都是軍國主義害的啊 那是文化所害的啊 所以你有時候你不要太堅持 因為有很多人都對啦 你不能太堅定 他對錯誤的東西 不能堅持 對錯誤的東西 不要堅持 你即便你錯誤了 但是你得勝了 但是你也不要驕傲 因為那不是好事情 你一件錯的事 你一件錯的事情 如果做得很順利啊 上帝已經放手在毀滅你 上帝如果要欺負一個人 是要生後 你知道生後 一股人氣笑了 讓他得勝 你看 上帝如果在毀滅一個人 他是怎麼毀滅的 他先讓你發垮 帶軍國主義來咧笑 你再來咧笑了 又讓你得勝 哇 你就得勝 你以為你都做對了 即使上帝正在毀滅 所以上帝在毀滅我們人類 例如說讓你一天不對的事情 讓你做成功 他是上帝在毀滅 上帝在毀滅一個人 是這麼毀滅的 他先讓你得勝 最後你自己掉坑裡面死掉 那時候上帝已經放手 你如果說我創我一個 想上帝保護的人會怎樣 我 我要去 嫖妓的時候 我會怕 譬如說我怕很嚴重 我想要去嫖妓 再來就 自己就嚇到死 然後就軟了 那算了啦 就沒了對不對 那就是要做什麼 派財就是 你如果想要去人 你如果想要 陶貝什麼名字 想要 再來 後來想要說 我會怕 上帝讓你會怕 你就不敢去讓你淘汰了 你本來要讓人打的 我剛才想說 唉唷 我這樣 你也會怕我 這打的 你也會害 你也會怕 你知道嗎 所以你如果想上帝 如果有上帝幫你保護人 你要做萬行的壞事 都不成功 你會怕 上帝如果要保護你這個人 你想要做壞事情 上帝都會讓你軟掉 真的 我告訴你我在生 現在我要做壞事都做不成 因為我會怕 上帝讓我怕我兩人 我會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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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是要做壞的心就沒有 你知道嗎 本來是怕起來 慾望是怕起來 那是上帝讓你受風雨 不記得了 所以齁 我在小眼到現在 我告訴你 我算起來齁 我壞事做不成 我做不成 今天我都做不成 我偏要做什麼壞事都做不成 只想想就不行 想想就受風雨 奇怪 就讓我受風雨 只要來做臺灣民進會的成功 那就奇怪 你知道嗎 這就受上帝保護 就說 我們要做應該做的事情 我們會成功 你知道嗎 如果要做壞事都失敗 真的 想要去母親母狗 想要去跟人拔一下 想要去跟人說 那都會失敗 奇怪 就只要做臺灣民進會的成功 這樣我覺得我是受上帝保護的 這是受上帝照顧的 你做壞事都失敗 都還沒做 之前就失敗 你壞事做不成 今天我不會騙 你如果想想上帝保護 你真的壞事做不成 你只想發意了 就沒有了 你就 請子余 唇一隻子余 林志玲 我沒有這樣而已 講講的你也不會做的 後面林志玲 你有沒有看到嗎 那叫我騙講的 都會去家人 我不會騙 你看 連想我都會失敗 你看看我人 人身都會失敗就好了 什麼關係 你壞事都不會做的 所以都不會成功 那大家壞事做 想要做都不會成功 奇怪 就只有做臺灣民進會 這法律的需要會成功 我覺得我是有上帝的保護 所以我告訴你 上帝要匯別一個人 那些壞事都給你做成功 我告訴你就失敗了 我跟你說 你如果一天真的做壞事做成功 你做菜菜的這樣 你會唱 結果成功 還是做菜雞的這樣 你會唱 成功了你就會成功了 我跟你說 所以什麼叫做成功 你要好好去想 你應該去做的事情 有功力的事情 讓你成功 那才成功 你知道嗎 那你如果做壞事去成功 我告訴你死了 你完蛋了 你 那上帝要給你付一半 我都從我當時來試試 說我這個上帝要你幫我保護 我就頭上去做一些 想說要做一些壞事 結果我都會做的失敗了 不夠苦力的 我才說我真的叫上帝保護 我在小時候就知道 結果我做壞事都失敗 那後來我的人生存一支水 你知道嗎 我就生一張嘴什麼的 我就不會做的 我如果要去賺錢 也賺沒錢 也失敗 那你跟我說我落陷 你知道嗎 我本來想說要來香港發一下大財 我就去 我就要去做基金 要發一下大財 你知道嗎 他很好賺 我說我是 其實 我也說 這樣不錯 我去訓練一年 也去香港都要做 他要做的時候就 你知道嗎 做不多久 你知道嗎 金融海嘯 結果我在香港就回來了 從我頭上就說 我們金融海嘯 可能要一半人 那個業績可能會有問題 然後有很多客戶在投訴 跌成這樣 每天就電話都來了 他說這樣 大家先 閉個風頭 他跟我說 年輕人 你還年輕 你機會還很多 你要不要另謀高就 真的 我跟他說失敗 這不是你公警的 我只去做 做不半年 就金融海嘯了 在業務才剛上手 就金融海嘯了 我實在 我跟你說 不成功 真的 天以來要跟你組織 你不成功 不然我也是說 我要來發一下大財 結果要賺錢也失敗 要做什麼都失敗 就跟上帝 要發行的路 我會成功 原來我做不成 真的 我如果要去發財 賺錢都給我賺錢 但是我 但是我如果要賺錢 我沒有錢 還有人送錢 我去賺錢 我賺到鬼 我沒有錢 真的 真的 還有人送錢 還有學費 生活費 給我去賺錢 哇 賺到鬼 我跟他說 那不是賺到鬼 賺到神 那如果上帝 要他做的 你真的想說 他如果做壞事都失敗 真的 李翁去問我們當時 我在我們台灣民眾裡面 我不要做壞事 因為為什麼 我如果要做也會失敗 因為我自己很清楚 我不會成功 我做壞事一定失敗 我跟他說 做自己做的事情會成功 出的都失敗 我也不知道為什麼 那真的 那就是 那就是 上帝的主權 給你補 讓你壞事 你都不成功 好像做好事的成功 你看我人生說的 你不要怎麼說 你都做的 自己的壞事 我都沒有資料做 你看這種人有可能 也不用說可能 就是說 有時候手裡煎的時候 或是手裡煎 或是心裡煎的時候 都沒有資料做 對啊 就這樣 就這樣 你知道嗎 人家說的好像養尾一樣 你知道嗎 要即將上陣的時候 就養尾 對啊 好可憐 說到這 澡佛人要說的心情 就跟你說 真的後來要存一支嘴 對啊 好可憐 我說到我的人生 頭頭我告訴你 你聽 你如果有你聽的人 你就知道 看我這種 我也不用說我可憐 先不然我們壞事沒做到 對啊 我們就來參加台灣民主府 我們做應該做的事 我們就成功了 就只有這樣 好 那 這個波士蘭公告我們就說了 最要緊的叫日本島 不容易啦 你要回到那個時代去的時候 你去看這些資料 人家知道 不容易投降 日本要單方面投降不容易 下面那些很衝的 真的 日本天皇他有難處 好 那再來 天皇的 中戰 中戰 趙書 再來就祥文書 美國快簽下去了 快簽下去 免得夜場夢多 快簽 好 我如果不快簽 我如果下面那個 還給我叛編 還給我叛編 我要怎麼夭壽 哇 所以日本聽說你快快來簽 免得夜場夢多 那是中戰 趙書是全部 因放送料 那美國快來簽 9月2號就來收了 天皇這 宣布說我們日本台灣兩禮拜 美國就派人來收了 趙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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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 我們來看一下前後 1945年8月6日 9日 美國投了原子彈 8月15日天皇就像美國響武 又叫做玉英放送 他有一個教書 趙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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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包括丁仙人和台湾人都跪在靠,说我们日本战败了 第一件跳到天皇的声音,预应放送 日本天皇给我们宣伴说,我们经过很辛苦的战争 我们大家不要再打,再打到我们日本的梦中 所以我们就这样向盟军导航吧,你们就好好向盟军投降 不要再开条件,然后你看人怎么说你就怎么办 这样日本再顺利投降,不说要逃行不简单 那我们来看一下降虎文书里面讲的 因为我们降虎文书讲完就要进入对治和平条约的主约了 我们要进入主约了,因为降虎文书要讲的就是 要来准备签究竟三条约,就是对治和平条约 那来看一下里面的重点 降虎文书里面有三个法人来签 有三个来签,你们要看上去 有三个来签,三个意义都不一样 我可以跟你做说明 这个1945年的9月2号 大日本帝国政府就是日本天皇和他的政府 在外务大臣冲光魁做代表在东京湾的秘书里建 上面签降虎文书 那降虎文书里面讲的有三个人来签 你们可以给你看一下,你们真的很看上去 那就是大日本帝国天皇 第二个日本国政府,第三个大日本帝国大本尼 有三个人来签 那有三个代表,总共有三个法人来签 三个人来签,这三个意义都不一样 这三则是不同法人,你要记得 大日本帝国天皇,就是日本皇帝 日本国政府,与大日本帝国大本尼 这三个是不一样的,你要分一下 来,我们来看这个,来 这来看他的英文,我这次英文跟你说 从光鬼下一排的英文字母 这是降虎文书的本文字 9月2号 你会看到这个 on the second day 第二天of Centember 就是9月2号 这是9月2号 下去签的 什么人下去签的,什么人做代表 你会看到 by command and in behalf of the emperor of Japan 日本皇帝 跟我们第八章 里面那个华盛顿海军条约 有没有一样 是谁下去签的 the emperor of Japan 日本皇帝 日本皇帝 所以我跟你说,我们有两个日本 一个是日本皇帝 一个是日本国政府 不一样 我们有两个日本 你这里要分 你这里分错之后 你下面的对峙和平条约 你讲的都是错的 你的想法都是错的 你看外面那些中华民国 诈骗集团 那些异用协责 专播都说 日本放弃 所以我中华民国 我根据开罗皇帝 所以你台湾随我中华民国一省 你觉得我们要回去统一 你这个台湾 你要跟我一起回去统一 人的意思是这样 当然是假的 你要仔细看我们有两个日本 你要看上去 所以有一个日本皇帝 Empra of Japan 这是不是第一个日本 然后and 还有第二个日本 日本日本 日本日本国政府 有没有 是不是有两个日本 这上湖文书 这我跟你说 这是英文派的 這都是美國打好的條路 叫日本去簽的 所以美國是很清楚有兩個日本 一個是大日本帝國的日本皇帝 Empower of Japan 這是第一的日本 這是最大的日本 這叫做大日本 And 代表還有第二個華人 And 漢 漢哪一個 你看人家用冠詞 日本ese government 英文就知道這是兩個 因為他還特別用了冠詞 用限定詞 這是一個名詞 日本ese government 有沒有 英文就知道你用的是冠詞 日本ese government 這代表什麼意思 日本皇帝和日本政府是兩個分開的 你知道意思嗎 你看英文你就知道 所以他從光培代表哪兩個大日本帝國天皇 與日本國政府 這代表兩個法 所以我們有兩個一分 我們就說對日和平條約是哪一個日本簽的 我們下面這個日本國政府去簽的 我們下面這個日本國政府去簽的 你怎麼看你 主要發動建政的是他 你日本國政府要承擔這個責任 但是他不叫天皇承擔責任 他叫日本國政府去承擔責任 你幫他簽的 所以這對日和平條約是日本國政府去簽的 我們大日本帝國天皇沒有簽 所以我們最終和平條約簽的 所以我們最終和平條約簽的 所以我說的對日和平條約 如果是日本國人去簽的 那是一個停戰協定 那是日本國政府和美國政府他們的停戰協定 不是說我們不要再簽了 我們來用這個和平的條約方式來解決問題 所以對日和平條約的本質是一個停戰條約 我們還有一個日本 這個我們就很少用 現在也用不到 但是在戰爭的時候他用得到 他是說帝國大本人 我們來看一下 By command and in behalf of the Japanese 這個 Japanese Japanese Empire General Pelix 這就是什麼大日本帝國的大本 你要稍微看一下英文的意思 Cyprus Yappanese Empire General Pelix Pelix Heli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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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s Helix Helix 軍屬政府 這就是大日本帝國的軍事政府的軍屬政府 那這個軍屬政府代表什麼意思 他在法國戰爭 還有占領地 他在海外這邊有佔領地 比如說滿洲國跟汪精衛的中華民國 這正日本帝國的占領地 還有這個菲律賓和藍民有這些 這都叫日本帝國的佔領 但是他需要一個海外的指揮中心 指揮中心的指揮 所以那都叫做什麼 大日本帝國政府的軍事政府 所以我們日本帝國也有軍屬政府 也有軍事政府 就是我們說的這個大本人 就是這個大日本帝國的大本人 他主要你看什麼 軍隊 軍隊 軍隊的統帥權都在這裡 大日本帝國的大本人 他只屬於天皇 這就是大日本帝國政府的軍事政府 就是人家說的那個舌頭 舌頭 這支揮戰爭的中心叫做大日本帝國大本人 大本人 他在這個我們黨這裡有幾個據點 在滿洲國那邊有據點 在中國的華北那邊也有據點 他在每個地方的占領區都有他的據點 都有他的分支機構 所以他叫做軍事政府 他下面就控制了一些政府 比如說滿洲國政府就受大日本帝國大本人的控制 這個汪精衛的中華民國就受大日本帝國大本人的機率 所以這個大本人說的就是因為我們海外的占領地的軍事政府 這麼命令的軍事政府就做大本人 我還要說他的權力是最大的 你如果看到這個大本人發來的命令就是什麼 都是擊爆 都是這個在主要的 支揮保來的什麼 這個算是他的命令 你要遵守大本人的命令的作戰 所以一律的作戰的命令從大本人裡面發出 從大本人的命令他發出 你如果你看日本那時候的一些大本人的命令你就知道 他是軍事政府的命令 這個日本政府他事實上比較喪武精神 所以他聽到這是軍事命令的時候他就怎麼樣 他就提著鋼灰往前衝 所以這個時候那些戰爭的命令他都用大本人的命令 他就要發佈大本人 那就是軍事政府的命令 所以我們日本去導航有三個日本 有三個日本 在政治上有三個 一個是日本天皇 一個是日本國政府 一個是大日本帝國的大本人 這三個都向主要占領全國 美國還有他的整個盟軍降伏 所以你給我們導航的時候那有三個日本 但是我們主要都用到兩個而已 因為這個帝國大本人戰後了他 整個台日本帝國算的 所以這個帝國大本人 我們就沒有在講他 我們就用不著了 但是我們現在有兩個日本 因為我們戰爭也中戰了 那中戰之後 你這個帝國大本人的任務一定結束了 所以他就要解散了 但是他解散了他還存兩個了 這兩個就是這樣 一個是台日本帝國之天皇 還有天皇下面那個政府叫做日本國政府 這是用英文下來的 所以美國把你分成清清楚楚 你日本天皇是日本天皇 你政府是政府 因為你日本天皇是皇帝 我美國知道 所以人家美國對日本的國際法 他們也研究得很透徹 那些專家也知道人家有兩個日本 一個是台日本帝國天皇這個日本 一個是下面的什麼 日本國這個日本 所以我們有兩個日本 你也研究清楚 你這家如果研究不清楚 你下面講的對日和平條 你會研究 整個都研究 你會研究 好 那我們這張就到這裡 你要記得從對日和平條 那些什麼 從湘湖文書裡面 你就可以看出來有兩個日本 那你記得對日和平條約是下面的日本國政府 這個日本是國民黨在簽的 天皇沒有簽 所以你解釋對日和平條約的時候 你的意思就不一樣 而是日本國放棄日本領土的管理款 但是所有款天皇都還沒辦法 所以我們台灣屬於日本天皇所有 美國總統在軍事占領跟這個 想武文書裡面說的都一樣 現在整個日本 我們的日本帝國 叫美軍戰領 但是 他要日本國政府放 放在海外的管理款 海外日本領土的管理款 還是日本海外領土的管理款 還屬於日本天皇 日本天皇到現在沒有簽證和條約說 要跟台灣領土什麼 你如果說台灣 如果第一的要領 一定是領給美國 因為美國是主要佔領全國 但是美國也說 我們對日本的領土 我們沒有什麼意思 我們對日本的領土沒有野心 所以美國也沒有要併吞台灣 他是要跟日本跟台灣做合同 你知道意思嗎 要來處理這些建築這些 亞洲的主權問題 什麼叫主權問題 你打他打他的問題 你基本上你的想法 跟美國人的想法是天差地的 真的你差很多 你如果想中國教育出來的人 都是打雜搶 不然就用騙的 整天都胡說八道 那就是中國教育出來的 我都說你想中國教育出來 給你認知錯爛 第二個你精神分裂 第三個你有躁鬱症 你想他那個詐騙 中國美國的詐騙教育出來 大家都壞壞 真的很恐怕 那你自己要改 跟你按照這個條約來看 我們今天講有兩個日本 你我跟他說我千交代萬交代 因為這裡未來有很多人會錯 你如果聽什麼 那又來笨蛋又來 笨蛋又來 沒讀書又來了 還有你說日本放棄 我們中國我們就跳到台灣 那這個日本放棄台灣 所以我根據開羅謊言 我這個中華民國我擁有台灣 你會聽到聽到這裡 你就問一下問題 哪一個日本放棄什麼 哪一個日本放棄的 他放棄的什麼 他就揮揚 他以為日本只有一個 其實在政治上今天有兩個日本 一個是大日本帝國 一個是日本國政 這如果不對 你下面再解釋那些國際條約 對政府條約 你會絕對必須 就從這裡開始的錯誤 這是秘書在那時候說的 我再看好 我再看好上次 真的 跟他說的都一樣 但是 那 那是他的講法 但是 這是我的講法 我會的國家上次 對 我會有跟你講一人而已 跟你講 清楚這個是什麼中國 那這個 降虎文書的前後 是怎麼來的 也不容易 我們日本也都導航 也都簽 對峙和平條約 天皇的功能 天皇的功能 這麼嚴重 剛才天皇先 向美國他們求情 說我們日本就要到 那當然 美國知道 日本提供的困難 所以也稍微 只能給你報仇 那當然也死掉不少人 想說死不少 但是不關注 我們好不容易 終於 我們中戰 不要再用漸進來處理問題 那這樣我覺得 算是最好的結果 算是最好的結果 天六日本 天六台灣 天六美國 這個問題沒有說大到沒有辦法收拾 好 那我們今天就到這裡 謝謝各位 我們明天就會進入這個主約 那開始你說對峙和平條約 實際上他的那個內容 那你就比較重要 但是你前面這裡沒有講好 你突然間跳到那裡 你會摸 你會摸不著頭緒 你也不知道你說什麼 為什麼是這樣 你會有很多的懷疑 所以你這個對峙和平條約 你這個前置都幾行一行 要講到最多 你光說對峙和平條約 放棄的領土 到底怎麼來 我們前面都要講 講完要 我們就有邏輯 你次序 我們再來說日本放棄了哪一些領土 那那些領土是怎麼來的 那為什麼要放棄 那未來會怎麼樣 你才講得清楚 你這個前因後果 你都要做交代 那才是一個比較有次序 跟邏輯的對峙和平條約的論文的交代 這樣才會清楚 那你如果不先 這裡都有這個法律的文件在 那你都自己去對 看是不是這樣 因為這個要保留證據 那你自己都回去實驗 你都自己一條好法看 照我這個角度下去看你就看 那你會證明說真的有兩個日本 那今天台灣是美國叫日本你不要吵 我美國來處理 他主要意思是這樣 那很多事情還沒說死的 但是原則方向講好了 在對峙和平條約裡面 但是細部的處置有很多 他還沒有講得很清楚 還沒有講得很清楚 所以還有一些地方可以做協商 還有地方可以做協商 譬如說你台灣未來是一個國家 沒有說但是有很多很細節的部分 你跟後來你台灣是一個國家 那你台灣是一個國家 那你跟日本國政府有什麼關係 這個時候在對峙和平條約 人家都還沒說 你要跟天王要維持什麼關係 然後天王要跟你維持什麼關係 有很多很細的地方都還沒有講 所以有很多地方還可以在談判 但是大原則的方向都已經把你定好 那我們今天對峙和平條約第八章就到這裡 明天就會開始進入它的主要部分 開始看到對峙和平條約的主要面 今天到這裡謝謝各位 謝謝各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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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各位